我在某鱼上买了个二手手机 结果到货后发现 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 打开相册一看 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 这下可赚到了 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 嘿嘿嘿 我一边响入菲菲 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 指尖一划翻到下一页时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这怎么回事 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我仔细看这张照片 那还是我高中时拍的 我扎着马尾穿着校服 一脸青涩 这张照片离现在都快七八年了 原手机主人为什么会偷拍我 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 难道他是个偷窥狂 要对我意图不轨 不对呀 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 我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 一张 两张 三张 越来越不对劲 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 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 最近的一张 是在几个月前我和闺妮在海边的时候 原来这么多年 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 这怎么越想越甚人呢 简直细思极恐 我的冷汗直往外冒 这呀绝对是个变态 幸好我掌握了证据 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 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 门铃响了 小姐 有您的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我想都没想直接说 先放门口吧 说完这句话突然回过神来 不对呀 我都没买东西 哪来的快递 我屏住呼吸 僵硬地看向门的方向 手指不自觉颤抖起来 门外的人应了一声 把东西放下走了 我捏手捏脚跑到门口 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 我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 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去 打开快递 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 我拿出来一看 好家伙 连尺码都合适 谁这么恶搞我呀 我有些疑惑 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关 小关在这方面总是有很多大胆的举动 去年生日还送了我一个小玩具 所以今年送我情趣内衣毫不奇怪 只是据我的生日还有一周时间 想来是他的礼物买早了 我打开手机正要跟小关说收到了 正在此时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 穿上我看看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这人是谁 什么叫穿上我看看 我看了看周围 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 没有人 到这里 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关送的了 它不会那么无聊 是谁恶作剧我也不想知道了 我把放内衣的快递和丢在鞋柜旁边 已经快十点了 明天还要上班 我得赶紧睡了 我麻溜钻进被窝里刷了回手机 还把刚才的是告诉了闺蜜 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 闺蜜很久没说话 我的眼皮也撑不住了 拿手机的手锤在床边 倒头睡了 半夜 我迷迷糊糊听到门爸转了一下 我微微睁开眼 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 又没声音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声音 又躺了下来 点开手机看了眼时间 凌晨一点 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闺蜜的消息 我点开看了一眼 瞬间睡意全无 有没有可能 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 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跳 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 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 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想象 我手抖的发过去 不会吧 别吓我呀 大晚上睡不着了 闺蜜估计早睡了 我却彻底被吓醒了 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 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 我不太确定 于是屏住呼吸光脚下地 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 感觉有脚步声渐渐离远 好像进了厨房 在从厨房出来后 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 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 家里真的惊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